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冷战情事下面开始我们的节目最近有消息称普京即将进行第三轮强制征兵甚至有传言说1月15号之后他将增加50万名新士兵乍一听可能会觉得俄军队的数量很快就会增加很多 但是英国战略研究教授奥布莱恩认为减少俄罗斯士兵的数量已成为乌克兰人的优先事项普京的第二支军队正在被聪明的乌克兰人利用射程的准确性、指挥和控制、士气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一步一步的削弱 这说法可不是空穴来风 近日巴赫木特地区到处都是俄罗斯人的尸体 乌克兰国防部还在推特上发布了照片 奥布莱恩教授发文写道 从俄罗斯往昔的作战经验中可以看到士兵数量本身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一流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远比缺乏积极性的应征者强多少倍 另一方面就俄罗斯当前战况来看 他们还缺少设备和为新部队提供的各种训练 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说俄罗斯人在产生大量的军队 有趣的是乌克兰国防部还鼓励俄军士兵交出有关装备 后勤指挥和控制等的信息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很显然乌军对俄军的追踪相当之密切 因此监控设备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来回忆一下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曾谈到 今年3月将是战斗非常激烈的时期 关于这点奥布莱恩教授认为非常有道理 如果普京在1月下半月再动员一次 到3月就只剩下废炮灰了 也就是说奥布莱恩直言 当乌克兰人认为 当俄军已经被破坏的足够虚弱 并且支持和部署都不能迅速弥补上来的时候 就是乌克兰人采取行动的时候 为了帮助乌克兰驱赶入侵者 2023年1月6号的公告中 美国国防部宣布 对乌克兰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该公告显示了一些相当广泛的武器系统 弹药和其他设备的清单 正准备送往乌克兰 自全面开战以来 美国一直在审时夺势 及时调整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反装甲武器 大炮 防空系统是按需供应 这次的礼包很大 让我们来看看 针对俄乌当前战事 美国在做什么铺垫 考虑到乌克兰的实际需要 50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上了头牌 接下来的是500枚牵引反坦克飞弹 和25万发25毫米弹药 在之前几次的节目中 我们已经谈论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的特点 是为了帮助步兵能在战场上 跟上坦克的速度而设计的 500枚陶式飞弹 就是让这些布雷德利型坦克 从侧面打击俄军坦克的 一听说500枚陶式飞弹 你可能会认为 哇 这下子能把500辆俄罗斯坦克灭了 其实还不是那么回事 根据美国本宁堡陆军战斗队侦察牌 在联合战备训练中心进行的反装甲交战的研究 在训练条件下 美军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 标枪和其他反坦克武器的命中率 约为19% 所以说 这500枚陶式飞弹正常发挥 乌军能打下100台俄军坦克 我们再来看看 这50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到底能怎么用 大家可以先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美国陆军的机械化步兵牌 算是装甲旅的基层作战队伍 整个旅大约有4000人 乌克兰的旅也大致是这个规模 从图中可以看到 美军机械化步兵牌都有13台布雷德利 而当你把所有这些都加起来 一个机械化步兵铝都远远超过100辆 军事专家库克认为 乌克兰可能会用这些装备建立一个机械化铝 或者使某个现有的编队重新装备一下 但是这一轮的武器供应 并不足以迅速帮助解决 乌军现有部队之间的装备差距 现在乌克兰没有两个机械化铝 拥有相同的重型武器 战斗力也不一样 因此装备乌克兰机械化部队的过程 将需要更多更长时间 但是这个过程必须开始 从长远来看 如果不能完全更换苏制武器 西方就无法保证乌克兰拥有足够的装备 西方不制造苏联的装备 弹药和备件 也不可能继续从次要来源购买足够的数量 即使能买到也不能长久依赖 清单上的下一个项目是100辆M113装甲运兵车 乌军可以把它们改装成装甲救护车 但不能当作步兵战车使用 这些APC的缺点是 机枪的火力都可以把它们凿穿或者摧毁 美国援助的50辆防雷伏击车也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是 北约还想向乌克兰提供多少种不同的武器系统 到现在为止 乌军已经有数十个不同的自走炮 和牵引式榴弹炮 装甲车等等 几乎每一个都需要一套不同的备件 甚至不同的轮胎 更不用说不同的弹药了 因此 布鲁塞尔 华盛顿 巴黎 柏林 伦敦等地的决策者们 是不是认为 乌克兰可以继续长期维护和运行 所有这些不同的系统呢 实际上 更大的 更重要的是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套完整的 PAC-23爱国者防空系统 这将是乌克兰的第二个爱国者 而且拜登亲口承认 爱国者导弹已经在周五运抵乌克兰 一同抵达的还有一架美军飞机 军评人士表示 这架飞机很可能是F-18的电子战版本 叫做咆哮者 既能打电子战也能发射AIM-120空空飞弹 除了爱国者之外 美国继续提供导弹以适应乌克兰的苏联飞机 在这次的大礼包中 乌克兰还将首次收到海麻雀和阻尼飞弹 应该说美国成功地把哈姆反雷达导弹 集成到苏制战斗机中 现在继续在其他美国导弹上这样做 包括JDAM制导航空炸弹 有消息称 美国正在努力将美国制造的RIM-7海麻雀 和乌克兰的山毛举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匹配 以击落空中的一切 从无人机到军用直升机再到战斗机 就其本身而言 这已经是旧闻了 相关的测试已经在十多年前 在捷克共和国的某个军火公司就完成了 只是当时没有找到付费客户 就没有付诸实施 从技术上讲 海麻雀曾经是美国海军的主要短程防空系统 和意大利改版的斯派德 和俄罗斯的山毛举防空飞弹相对类似 制导系统都是半主动雷达 也就是依靠系统的雷达 引导飞弹进入目标的雷达回波 因此根据苏制雷达的工作频率 对美制和异制飞弹的寻地头 进行微调应该不算是困难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都将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海麻雀的供应 将使大约72架乌克兰的山毛举M1 也许是该国最有效的苏制防空工具继续运作 而且乌克兰山毛举导弹的库存已经非常低了 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大陆事务的 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认为 防空一直是重中之重必须加强 更神秘的是阻尼火箭 乌克兰收到多达4000枚 之所以说神秘 是因为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导弹将如何改装 供乌克兰的飞机使用 即使五角大楼也没有给出这方面的提示 当被问及为苏联飞机改装美国导弹有多困难时 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的回答 听起来是这样的 我想我相信我们的工程师 也绝对相信乌克兰的工程师 所以他们做到了成功了 总的来说 五角大楼对阻尼火箭守口如瓶 但是他们指出乌军非常有效地在米格29上使用了哈姆导弹 祖尼是帮助他们另一种尝试 使乌克兰可用的飞机尽可能有效 他们还指出 这种导弹将加强飞机和直升机的攻击能力 祖尼火箭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注意 他们说 祖尼火箭可以帮助乌克兰的飞机 从空中打击俄罗斯的坦克 尤其是它具有10公里的射程和6秒的空中飞行时间 让俄军的S300或者400根本没有时间拦截 国防快报指出 祖尼这种导弹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积极使用 自2006年以来 欧洲导弹集团的北美分部主动启动了一个项目 制造类似于高级精准的激光制导祖尼火箭系统 升级后的火箭弹包括一个新的WGU-58B制导和控制部分 安装在祖尼的前部 2009年 该导弹成功地针对固定和移动目标进行了测试 并于2010年9月进行了弹头试飞 美国的副助理防长库珀表示 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来看 对乌克兰的援助仍然很重要 因为如果普京成功接管乌克兰 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 说多大都不为过 在美国发布该公告的当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称赞 美国的军事援助将加强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 泽伦斯基将其描述为一份美妙的圣诞礼物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事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